這次的強降雨在花蓮中南區傳出了很多淹水災情 光復鄉不僅馬他安實地變成了水鄉哲國 一大早還有遊客拍下光復糖廠池水滿溢的畫面讓人很憂心 台廠花東驅出的經理楊長生表示說 池畔邊三個超過半百年歷史的溢流孔發揮幾大功效 把園區溢流出來的水可以快速排出 並沒有造成園區內淹水 這個池子裡面的水都快滿出來了 連續幾天的豪大雨直到今天一早 強降雨仍未中斷過 遊客拍下了光復糖廠水池滿水味的畫面 令人憂心園區是否淹大水了 台塘花東驅出經理楊長生 會同工程技師現堪了解 謝謝所有好朋友對花蓮觀光糖廠的關心 我們水池從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興建設計的時候就有設計說兩邊的水池都有兩個的溢流孔 經理楊長生用雨傘直著水池旁這個白色圓孔蓋的設施說 早在建置這兩個水池時就同步設置溢流孔 都OK很順 因為我們的一流孔的設計 上面有一些小孔 就是防止說一些雜物會去堵塞 我們員工也會隨時走動的去做清理 所以沒有一流的情況出來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們還是會保持說這樣的一個美好的環境 讓我們花蓮跟台東的鄉親有地方來這邊休閒 來這邊走一走 也多虧了這三個一流孔發揮極大的排水功效 有效排除原區淹水的問題 只不過這一兩天的雨勢來得又大又急 百納原區整個一流水的這一條排水溝 因為強降雨且水溝宅小 使得宣洩的水量與速度有限 但不至於造成淹水災情 台唐華東區處也請大家放一百個心 記者時遇嵐光復採訪報導